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喜悅 我到底在幹嘛 快一點 昨天是個男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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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個男排 今天是個男排 我希望 謝謝 謝謝 這是第一次國際賽道嗎 對阿 待會下來你就是男人 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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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等大了 很可憐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是廢物 我要進去房間 我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喜悅 我到底在幹嘛 這裡可以嗎? 可以啦,但是用夾的 OK,我找到了 很興奮 這是台灣的剪刀 對 這是我 對 這是我 這是我 喔,不錯 他之前在台灣介紹過你 但我沒有認出他 喔,不錯,不錯 謝謝你,相信我 但他昨天沒有認識你 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就是 因為我一開始沒有認出他來 然後他說泰國冠軍 我想說真的假的 他說他TVS年度冠軍嗎 TVS同歸族嗎? 對 然後 我們那天在遊覽車上 就簡單聊一下 我在會場就簡單聊一下 然後 後來 我在跟國俊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他TVS TVS 是我們上次那個TVS嗎? 因為愛瑞絲那個 每年的年度發表會影片都我配音的嘛 嗯 那我必須要說 因為他們的名字 東南亞名字 我真不會開 發音跟一般英文真的是 所以我其實在配音的時候 我不會特別去看光明 我就是針對表上 然後去查一些 不過我翻譯要查泰文 然後又要查英文 嗯 然後 我就唸他名字 他 他 我那時候唸巴拉蹦 他說是 巴拉蹦 對 然後昨天在講到TVS 我就想說 該不會是哪一個吧 因為國俊說 你上次不是有配音喔 拿出來看 真的是啊 真的是Champaign 而且他真的蠻厲害的 但我會 各位 我會注意到他 是因為昨天有發現在 我們凱哥 他PO了一個連結 就是說 泰國羅西很會把妹 然後又點進去看 不就是他嗎 他昨天在圍場一個把妹 真的喔 哈哈哈哈 就來這一次其實 當然我們來體驗 我覺得 老實講啦 一方面我們體驗高速賽道 嗯 那另外一方面是輪胎 嗯 但 我發現我們 來之前 沒有人跟我們講 很多人是來輸贏的 就是 其實不只有媒體 很多像是 賽車的教練 他就是教練兼TVS年紀冠軍 而且他在泰國 比640是有拿過冠軍 還有 Underbong好像也有 對對對 然後那個Joy 就是 菲律賓 是菲律賓嗎 菲律賓 他也是開菜車學校的 對 大家都還說應該 怎麼會這樣 說好的只是試車呢 嗯 好像只有我們自己跟自己說 我們只有 只有我們在試車 台灣普隆共代表 有幾個陸上的雨 你可以看到他在網上 你會看到他在網上 是很冷嗎 還是只是一會兒 只要小心 管他們 是 是很冷 還是只是稍微 只是稍微 我們要注意 當然 當然 怎樣? 我剛剛感受到飄雨的時候 我心裡第一個念頭怎麼樣? 嗯 要不要先把這一層衝完 然後它就出紅旗了 別啊 我覺得我現在開始可以想說它的快樂 真的喔? 我好像也開始感覺比較自在一點 沒有,剛剛超過260的時候 我有心情去放鬆了 喔喔喔 早上過220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要死了 不是因為你已經知道 上坡看不到路的時候 是可以去吹油門 喔喔喔 剛剛那個就是最快樂的時候 最快樂的時候 剛剛那就是我認為每一次來 參與媒體發表會的Happy Out 是 他們就是賽道專門的攝影師 然後他早上拍完照片以後 他剛剛不是把我們Cue過去嗎? 你知道為什麼我剛剛要拍那個 這樣拿的安全帽量很帥 寫登記 新聞稿 不是 新聞稿你會發一個 介紹說可能全球有幾個媒體 沒有,不會發那個東西 那個是要記錄你長什麼樣子 記錄我懂嗎? 正面背面都拍 資料庫嗎? 沒有 他剛才跳完照片 他就要把照片給你啦 所以你回去你會拿到一個雲端連結 然後上面就會有 Oliver Zung 然後點進去全部東西的照片 喔 因為他要知道你正面背面長什麼樣子 他就把你丟進去那個資料起來 帶什麼帽 難怪他要求要戴著安全帽 對啊 你以為他要幫你站坐上打廣告 沒有啦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說 要幫我做人行看吧 後來發現 這個就是去核對你長什麼樣子 我今天來之前其實一定在猶豫要不要裝 裝什麼? 360 有什麼好猶豫 有兩個原因啦 第一個 我們從來沒騎過這種有這麼明顯的上下坡 利寶有沒有上下坡? 有嗎? 有啊 來,你進來一下 利寶有沒有上下坡? 有 有沒有這麼明顯? 利寶的上下坡你看得到路 對 這邊真的看不到路 誒幹這個怎麼不見了 誒可是好像有煞車 然後那個直線過去啊 昨天在那邊看覺得 誒他們都很衝 自己上去 你不是自己 跟威兒子一樣 人家是過拱門 然後到下坡 裝裝裝裝裝 然後 迅速煞車 退檔 啪啊 就躺進去 我們是還沒到拱門 就是快要看不到路的時候 我們應該都有了 對 然後後面當然習慣了 我也是有衝過拱門 一直到下面 但是那個順庭你還是要停止你 沒事沒事沒事 要過去 後面當然習慣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一開始就是震撼 今天台灣其實 沒有拉得起來 嗯 有 可能比如說 第一回合的第三節 因為連續抄連續抄 其實這也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講 就是你像 現在要建的SC1跟SP 其實國外一直都有SP版本 但是台灣過去為了 販售 大家都覺得 一樣的錢 我當然要買現代版 賽道版 就買SC2 那是比較中間值 對 可是現在 好運就是台灣總代理 他們也覺得說 那我們就跟全球的策略一樣 SP版本它在 你今天冷胎壓 你沒有暖胎包的情況下 它其實溫度比較容易起來 嗯 那 如果你今天沒有暖胎包 你沒有徹底的 把工作溫度拉起來 其實 有時候你用SC1 你會發現抓地力 不見得有那麼好 而且對輪胎其實也是有傷害的 孫國軍我跟妳講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 我問你喔 直覺回答 對 如果今天 我去賽道日 我包了暖胎包 嗯 設定到工作溫度 對 我現在要下場 我第一圈 為了安全 我應該要直接去衝 還是先抓節奏放緩去行 謝謝 我自己可能還是會 放緩一點 先習慣性的暖胎一圈 確認一下狀況 但我必須跟大家講 包含我們問台灣總代理 包含其實這次來 我沒有請教他們 其實如果今天你是一個Razer 就是說你是想要在賽道上 去挑戰你的單圈紀錄 你要做成績要比賽 你一下去 你暖胎包一拿掉 其實你溫度就在掉 所以你下去 你就應該盡力去Push你的車子 你不要讓 因為這樣講更白一點 有時候像台灣 我們會遇到的賽道日 天氣不好 暖胎包包完 你下去第一圈 你也不敢用力 但是等到你繞了一圈好 我們現在騎光 我要衝的時候 其實胎溫全部都掉下來 溫度已經比暖胎包的時候 還要低了 對 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 專業我們講國外賽事 尤其是Superbike的比賽 對 你今天包暖胎包 溫度多少都設定的好好好 一下去爬就走 所以有時候他們一進去 那個Stay Up那一圈 你進來以後 一停到起跑線上 車隊技師馬上衝過來 把你的輪胎包起來 繼續加了保溫 然後 拆開以後 下去 不好意思 你就是要衝了 對 所以 這個是使用習慣上不同 我建議大家 他們現在要進去 我希望大家就是 能夠理解說 輪胎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 我們的 我們都從小玩Super達 玩輕擋車 到重機 我們其實基本上 也都是聽前輩說 然後自己摸著 去思詢那個邏輯 嗯 可是其實如果有專業 諮詢的話 就找他們去 他們人家是研究過大數據 對啊 升級各種意見 然後我必須說 今天因為今天只有兩三台是裝SP 我們兩個也見了 我們早上就想說 先騎SC吧 比較猛 可是真的 你後面我們再換到SP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們不是接前面的人車下來 因為前面的人他騎快騎滿你也不知道 在一般就溫度沒那麼高的時候 其實SP的抓地真的OK 完全可以硬 200多過彎也沒有問題 不可能是我們700塊 應該不會 因為 沒有沒有 我說真的 你說快跟慢 你要壓到很輕膨 那是硬是 可是他的抓地在大前腳 我們也可以做到大前腳 極限前腳 在那樣的情況下 他抓地是夠的 甚至你彎中補油 因為 這一家伙 他們都設定 剛剛有一台車還給我設定Race Dynamic 他們也是設定說 他們的動力比較多 你有沒有發現在 我們 他們現在要換嘴下去 其實我們這組要下去 是我們這組要下去 那待會再說 這樣就是這裡一定是風格又行的 然後其實我們就這樣 然後就來 一個了 納稿 留下 見面 我們就這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我先要说,因为今天实在没有太多时间主要是四轮胎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孙公国君呢 他第一次在菲利普岛赛道跑几秒 还有最快时速是多少,好不好? 来,看一下啦 来,大声念出你今天最快单圈 昨天我们看WSBK 就是也是一千集同级的车 那Badista,我记得它是骑到1分29 1分29? 对啊对啊对啊 看那你的成绩是 1分59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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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比20圈会被套5圈 没有啦,不要难过,就是 只是,因为,没有,轮胎车是轮胎车 我们是好奇说大概会骑几秒 但是今天真的上去寒暖胎,寒被挡到 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就是参考而已 就是,参考一下啦 它最高时速骑到多少? 最高时速骑到多少? 因为它早上很早很早就回 我刚刚看,我有冲到镜头 买出多少? 对对对对 239 GPS239,其实很快的 蛮快的 那看一下我的,我是上一回合 诶 真假的啊 一公五十三 我刚刚说的时间不够 但其实这是一个实力的证明 毕竟1圈快6秒还不是开玩笑的 没有啦,这个秒数我们如果真的好好 比如说练个半天一天 大概都会再进个 我觉得进了5到8秒都很真 喔喔喔喔喔,249 我到249 249 我再杀2公斤就扣 GPS扣250了 好啦,那个 诶,等一下,有一圈250耶 250.779 各位,我跟松果圈的实力 乃是可定一般 是不是 你知道什么吗? 这是什么? 我发现这件事的可行性 可恶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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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GPS 他们发现这件事的可行性 可恶 应该 应该 我们也去猜 但是他们应该都猜走了 都猜走了啦 刚刚看都空了 你出去的时候有看 哇,都空了 因为这边今天要办活动 所以他们有留下来 我动作太慢了 哎呀 以前 以前那个 我以前去看巴奈啊 巴奈一结束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 大家开始疯狂拆起来 哈哈哈哈 你看到全拆 好像打港开商有类似的 台北有一些店家 里面都挂巴奈的东西 那都是干哪的啊? 那台湾人 爬到那边开始剪 早上来第一集 我们真的是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觉得我们是 我们是台湾的池 哎呀 哈哈哈 来,看早上下来 我们的画面是这样 我是废物 废物 废物 然后有一些弯 你看我刚刚自己试 可能 我稍微瞄一下表 你可能从时速200 降到70几过来 那台湾你 嗯 当然我们 大力保有些弯 它可能会有这样的速度 但是真的有差啦 嗯 那我们第一集 就真的是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第二集 我们觉得这样不对 第一 这样你把自己搞死了 姿势变得很奇怪 不是说 对 你也测不到轮胎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 下来 互相提醒 回到基本 把姿势固定好 该放松就放松 你不要被速度感影响到 其实慢慢就找回它的感觉 我觉得这很重要 真的 但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Ducati的车还在这里 他们刚刚 学主还在练车 刚刚那是Ducati的车 对 那是Ducati的车 我刚刚被他巴一个心情愉快 一进场就被羞辱 我觉得他还在暖身 但是我已经快不行了 那像我们安定列车有时候 新手来我们超过他 他想说这个人在干嘛 他刚刚超过我们也是想说 这群人在干嘛 是要来国外让厉害的人垫垫 但我觉得 应该说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到国外赛道 不管你是参加活动 或是去租 因为像妈妈越来越多赛道都有租车 海外赛道是对 对 其实你去参加的时候 记得不要急 第一节把路看清楚之外 把你的基础动作再重新确认过 你宁可花一节的时间 重新调整你每一个姿势开游 其实 我觉得那个对自己是有帮助的 因为后面就玩得比较开心的嘛 对对对 那总之我觉得有机会到国外赛道去走走 不管你是 单纯的体验 或是说你租到比较好性能车 我觉得都可以去试试看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超棒的一件事情 来 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 就是这个弯稿的我真的是 七上八下的 压力真的很大 但在今天之后我终于把亚洲区的MOTO GP级的赛道都收起来了 耶 五里南 美丽普道 欸欸欸欸 你要被撞死 你要被撞了 好多虎 男生就这样看到大车就很兴奋 你看 有大的机器 我觉得老外有一部分我很喜欢 就是跟他事物相对的都在这边打招呼 他们很友善 对啊 然后很热情 很热情 就很棒 好像在跟你一起 就在做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我至今无法理解 如果有人了解 拜托告诉我 为什么菲律普道赛道停车场内会有这个看板 这是什么意思 不能西半参加 不准两个人 不可以摸女生 不可以诱拐少女 什么意思我不懂 不可以带女朋友进来赛道 最后影片要结束了 我们这次因为是 贝奈利的台湾总代理好运邀请我们来的 那我们有帮他们准备了一些奖品 是 因为孙国军他虽然自己很贱 就是 很多时候叫他去给车手签名在帽子上 回来送大家 他签在他自己的东西上 不是不是不是 没办法送 但全以为也是有顾忌 那不然你要不要把你的帽子送出来 我跟你讲 这是 这是误会 贝奈利原厂送我们这个帽子 你看 克里夫妆 他也拿了一个Oliver Song 对 然后呢 他拿去给人家签名的时候 他拿自己的帽子给人家签 不是我 我说你这怎么送 我就拿一叠嘛 这样拿到Skyriding签名的那里帽子 还有我的名字 不是很好 你的要拿出来送吗 我不知道 你看他那个脸 我真的是误会 我就拿一叠 我没有想到我拿那个是 好啦要怎么抽奖 那个交给好运去处理 到时候记得锁定我们跟他们的粉丝专业 OK 那就这样啦 下次见 拜拜 还好有接触 还好有接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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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